前高盛集團銀行高管黃忠華 在4月8日被美國陪審團判定拒賂及其他腐敗罪名成立 他被控參與45億美元的騙局 洗劫法蘭西亞國家特資基金一納法典公司基金 紐約時布魯克林區家聯邦法庭的陪審團對黃忠華作出財決 陪審員在將近2個月的時間內 聽取了有關上千萬美元的賄賂及民購證據 這些腐敗行為的策劃人據說 是在陶獨在逃的馬來西亞金融家 以及社交界名流留特助的策劃 辯護律師阿格米菲樂 在法庭外對記者表示 他對這行財決感到熱愛 因為證據不可靠 他正在考慮上訴 他還說辯護團隊比他們委託人更失落